大家好,這裡是迪威科技 今天要介紹結構股價的特徵 用限架構的方式去繪製一個桌子的股價 好,那就先把這個零件抑制起來 要注意的是,要使用這個特徵 一定要使用工程模式的零件才可以用 那就在工程模式下 從圖庫拉一個矩形圖塊 按右鍵去啟動它 好,然後給予尺寸 長度是1100 寬度500 高度700 好,再來在下方我們做兩個圓角 圓角半徑是80 好,再來在3D曲線這邊 按萃取曲線 去選取我們要的面 它就會把邊線萃取出來 然後再用草圖去畫一些補強的線 這邊是350 然後這邊給它一個比較高一點的補強的熱 然後這邊給它一個比較高一點的補強的熱 這邊是200 還有一個補強的線 好 那再來我要在 裡面呢 也是要畫一個補強的線 按偏移面 按偏移面 然後 長度這邊是-300 -300 可以看到 草圖的平面呢 往內 移動了300 打勾 那這邊就可以用投影的方式去畫 把外面的線投影進去就可以了 完成 好,再來呢 零件的這個實體 可以先把它隱藏掉 好 好,那我們這個骨架的線畫好之後呢 這個工程模式零件的液錢這裡 插入結構骨架 然後這邊有很多個 四個標準 然後一些 腳鋼 H鋼 H鋼 那我們今天選方管 尺寸40乘40 那這些線都把它選起來 那這個特徵的優勢呢 是 如果有這種 有弧度的曲線的話 他也可以直接把這個造型做出來 所以要匯製一些 有造型的結構呢 用這個特徵去畫會比較方便一點 好,再來是修剪的特徵喔 先從對接開始介紹 那對接的話呢 就會像這樣子 一上一下 的接起來 那反向呢 就是 相反的 這樣子 那封頂 他會 把那個 切口 做封包這樣 他會把切口包起來 好,那我們就先把 下面這幾支方管做對接 謝謝 然後再來是斜切 可以看到他會把切口切45度角 然後接起來 那如果是在同一個面上的話 那就可以四肢一起做斜切 做連接這樣子 再來是修剪到面 結構鍵先點選要修剪的方管 然後剪到這個面 結果再去點這個方管 可以看到他就會被修剪到我們剛剛點選的面 這樣子 呢 OK 现在让我黑车准备 пер Don't Google 新开门 安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就完成了桌子的骨架 用线架构的方式去设计 那这个特征有个方便的地方是当我们去修改原本这个矩形的尺寸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他也会跟着被修改 不管是长度还是高度 那修改这个矩形特征可以看到这些方管的结构也都会一起跟着被修改 那在设计变更的时候就非常方便 那以上就是用线架构 然后结构骨架这个特征的介绍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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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